可惜聪明 晚辈 聪明 带走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算计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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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宝 老秦呢 没来呢 他平常不都是提前道的吗 今天是怎么了 是啊 三 五 四 三 二 一 迟到 老秦 你也有今天 怎么说了那句话 迟到那不是能力问题 是态度问题 态度有问题 一个人都做不好 怎么做法医 你说他这个从来不迟到的人 今天迟到了 昨晚了 昨晚他干什么去了 对啊 干嘛去了呢 你也是啊 人白天没来 你问人晚上干嘛去了 晚上还能干嘛去呀 睡觉 嗯 这么大的事 那晚点就晚点吧 我觉得吧 咱们的情嫂 应该是个长头发 特温柔 大长腿 还不还嘴 要真是这样的话 那可是咱法医界的大事 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 给他庆祝庆祝啊 我知道该怎么好好 给他一个惊喜 是得好好策划策划 要让我们的群手 感受一下我们龙藩 是法医的热情与好客 陈宋 怎么是关于你父亲的 陈宋 老朵叔叔 您是犯罪心理方面的专家 我这次来 主要是有些事情想请教您 我这六个月以来 经受的案件中 不得了 不断地出现死者或者凶手 缺少旧齿的迹象 我怀疑是某个连环凶手 留下的个人印记 直到昨天晚上 有人来敲我们家的门 除了这些人件之外 他还留下了这个 旧齿 你的连环杀人犯 迫不及待地找你了 他在操纵你情绪的过程中 已经不满足于现状 他用你父亲的死 来引起你的注意 说明他是一个 具有传统价值观的人 一个具有传统价值观的人 却没能抑制自己的犯罪欲望 他的心理诚意很可能是 通过暂时的借口 或者合理化的理由 综合了他杀人的罪恶感 这就是通常意义上说的 自我安慰行为 那您的意思是 在这个人的眼中 我才是有罪的 而他自己是正义立法 这份残缺的检举材料 涉及到你父亲的 毒职畏罪自杀 这一案件重新被提起 可能意味着 这些案件中 净办人不止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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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